名偶风云会 印谈与老旁 风云高 主持 陶杰 白韦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回来 这个叫风云谷 收听或收听一样这么开心 多谢各位进入兔联之后的热烈支持 尤其更上层流 加入风云会 所以未曾加入订阅风云谷的基本观众行列 就记得按这个小铃铛 进入兔联我们看看大局是怎样 大家都说台海非常紧张 最近战狼又复出这个活动 中国外交部这位女发言人毛宁 是第一次点名美国 警告美国不能再向乌克兰输送重刑武器 这个似乎是代替普京 叫美国很好 你很羡慕 挺好笑的 另外 这个叫台海打不打得起呢 全球关注 其中有一些人说打不起 现在中国的经济破败是没钱的 但是另一种的说法就是 正因为经济如果走上困局的话 非要打一场仗来到破局不可 但是怎样都好 这个叫动态清零之后 中国方面的经济局面 最近派了中国副总理刘鹤去达沃斯招揽外资 还有浙江省山东那些 纷纷派出的代表团 叫招商引支 第一个国家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选择的 好像香港人回乡下的优先选项 就必定去日本了 又不见他派两个团来英国的 但是日本就不断叫日本人 向山东 或者中国沿海 浙江去投资 这些人回来之后 有多少张投资的合同 去交给习近平总书记的办公室 就不知道了 但是外国的专家 就在预测今年这个叫中国 经济增长的局面就并不看好 能够有2.5的增长就已经很开心了 早前就是预计要有4.5% 跟美国看齐 所谓保7保6保5这些不用想了 但是在这个叫外资撤走 和内卷的消费两相不足之下 然后再看看经济 1月30日 广州的南方《都市报》 投版这个消息非常惊烈 就是为了要刺激经济 达到 经济增长 起码2.5% 上面下令 就是各地加强基建 现在回到以前的三头马车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什么呢 第一就是国内的基建 第二就是靠出口 这叫三头马车 第三就是靠内需 现在出口 似乎 你看到很多这样的工厂 纷纷撤离 内需如果有6亿人口年军 月军的收入只是1000元 但是那个消费力 也都是很难看得着的 那剩下的就是基建 好了 今天1月30日 叫做广东今年安排 厉害了 1530个重点项目 原来是要加快 这个叫基建工程 总投资额 是南方《都市报》的 8万4千亿 多地重大项目 是开工 这些重大项目 厉害了 这些细节不用说 首先关注我们的研究 8万4千亿 钱从何来 以及这些基建 本身 我们知道20年来 大陆大兴土木的基建 就造成很多贪污 扔了钱下去 其实中间是层层黑扣 变成一种基建的开支 这个叫泡沫化 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境 现在就算是讲广东产 现在说你要加强基建 第一个问题 钱从何来 以往中国因为改革开放 那些基建 是发财的 是赚钱的工具 比如最出名的 虎门大桥 每天的汽车流量 是很大 每年产生数以 10亿计的收入 这些在当初投资基建的 发展商或者股份的组成 其实都是牵涉到外资 比如 虎门大桥也有港资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都是另外一种 引入外资的方法 不是全部是自己的钱 而为什麽外资肯投入 不是外国 是因为有钱赚 于是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期间 为什麽发展基建是一个 可以製造GDP 亦都可以製造财富的方法 就是因为这样 一方面引入外资 又可以带动 基建的相关工程项目 和 物资的需求 而最后 亦都会产生收入 这个本来是一个 很完美的音乐意 第二 在邓小平开放的初期 基建确实是一石三鳥 第一就是製造就业职位 可以在大陆各地招揽建筑地盘的工人 第二 当你建了这些基建 就算是超前完成一条超级公路 高速公路的话 今天用不到 随着跟着未来十年 接这些订单的货要运出港口 高速公路的高速公路 四通八达 是赢了印度很多 所以这些基建 第三 就会令到 中国 在西方人的眼中 印象一身 看到这些高楼大厦 大商场 高铁和 高速公路 四通八达 不断打蛇饼 外国人觉得 原来这个中国的厚率这么高 还有这个中国人民 充满幸福感 一看高楼大厦 新增过美国的纽约 和洛杉矶 这些三大功能 到了今天来说 现在还能不能维持得到呢 因为基建 很大部分 特别是公路 或者是交通 是跟房地产有关的 因为以往 你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 往往的先决条件 你就要先知道 当地发展的基建 究竟是能不能去到 你的房地产项目 一旦 如果你知道 那条公路 可以开在你那个 项目的旁边 而最重要 是有出口 即是那条路有出口 如果没有出口 也不值钱 那你的房地产项目 就可以升值10倍 另外 还有很多细节 我听以往 在中国大陆 从事这方面行业的人 我们叫做有很多 赚钱的地方 譬如说 高速公路的出口 开不开在你那个楼盘附近 中间是有 有数讲有计划的 另外 那个路牌 有没有指示 是你的楼盘 甚至地铁的出口 有没有你的酒店 那个名字 这些全部 都是钱 所以其实基建背后 就是无限的商机 亦都跟 扣住房地产 这个发展 这个发展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国房地产 陷于 不要说停滞 即是现在 烂尾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说 房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个房屋 不能够 当作一种 商品经济 去投资 一声令下 房地产 当堂死了 除了大量出现的鬼城之外 这个叫恒大的问题 很多的楼盘都是烂尾 那些苦主都在追资 这个都不用说了 过去几个月就时事发生了 脱离开房地产 你只是搞基建 这对孙生兄弟是缺一不可的 没意思的 你只是搞公路和天桥 周围是荒地 或者是农田 或者是烂地 是没用的 但是 这些基建 公路 或者是铁路 甚至是天桥 这些全部 是要与房地产 产生了一个协同效应 这个基建 才会客池云来 这条路 才会多车客 这条铁路 才会多客 这个原理 很简单易明 如果你以前玩过 SIM CITY 这个电脑游戏 你就会知道 你铺了一条铁路 或者是 起了个站 人就自然来 但是现在 你知道 中国是以国企经济为主题 你要广东省 8万4千亿来 是由政府开支 去年5月中 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开 10万人 事在会议的时候 讲清楚 中央是没钱的 地方是要你自己财政搞定 但是在这个 动态清零 接近三年之下 我们都知道 最新的数字 上海都出现赤字 广东 就有消息 公务员 都没有粮出 OK 所以你现在 叫广东省 自己再投放 8万4千亿 请问 钱从何来 OK 这个叫做基建 最重要 就不是吹出来的 是吧 一定要是水到桥成 三通一平 是吧 好了 这个叫 广东省 你以为你要这样 好像这个南方都市部 砍了8万4千亿来 行不行得通呢 我们不妨 看回中国自己 另外的媒体 怎么说 首先这篇文章 我们看到 这个支付 这个网站 那个数字 是9个月之前 他说 广东困境之 基建困境 哇 大佬 广东这么多钱 高楼大厦 林林 基建是最辉煌的 都会 陷入困境 是吧 为什么呢 根据这个支付这篇文章 就说 广东的基建 不符合 他的经济地位 当然里面 还有很多 旧区 和老区 是吧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来看 赛征困境 首先 就是没有钱 朱三角 虽然税收 实力雄厚 但是广东 每年上缴 万亿税收 九成是 朱三角 九个城市的贡献 人均 支付全国 倒数第一 在这个时候 这些 广东省 我们看看 那条数 就变了 他现在 捉紧变建筹 是吧 这种 省内转移支付的规模 是广东省 是最厉害的 就是说 你有钱 你照着 全家 十兄弟 江浙 都做不到 非珠三角的地区有五千万人口的居民 是吧 他的人均发展水准在全国范围内其实属于落后 好了 这个支付 这篇文章的指出 基建 不是只有港字 和砍钱 是吧 你要懂得 经营管理 首先他说 基建前瞻性不足 眼光只满足 现在的需求 是吧 任何的基建 你不可以说 头痛衣头 见到现在 经济摊不着 总之 砍钱下去 建楼就建地 就建天桥 不行 因为基建 一定要着眼于 前瞻 五年 十年之后 甚至是 二十年之后 是吧 当年建了清山屯门公路 那时候的殖民地政府 应该是有盘棋的 屯门 发展这个卫星新市鎮 一直扯到上去 叫天水域 是吧 所以你才砍钱下去 建一个叫做 屯门 清山公路 是吧 是吧 尤其是 建一座这些高价大桥 一定要 要看看 那个成本的效益 人流 和车流 是吧 建了这条大桥之后 那些货物和那些人 是减少了多少的 运输时间 是吧 还有 桥的两端 这些城镇 或者这些港口 会增加了多少的 商品的流通 全部是有数得计的 是吧 另外就是增加了多少的就业职位 增加了多少的经济效益 是吧 你建了一条大桥两边 会不会各有一个商场 各有一个屋邨 是吧 然后呢 就一个淡挑 是把两端 一起扯起 陶先生你说这个前瞻性 就是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 他说现在广州的基建 很多时候都是着眼眼前的利益 以回本 或者进犯回本作为考虑 如果一旦那个项目 未必能够短时间回本 就不推 上马 或者直接 不做 于是乎 那个基建的发展 就往往落后于 那个现实的时代 当你发现要搞的时候 已经迟了 因为你要搞的基建可能是用5年的时间 但是当时眼前的需要 你又不能够配合 那么现在他说到的 就是除了缺钱之外 就算有钱 广州所进行的基建项目 都是 叫做短视的 而不是作为一个长远的发展 那么他举了高铁的例子 他就 详细的 数字 我就不说了 简单而说 广州去其他省 的高铁的费用 是远远 便宜过 在广东省里面 去不同的 城市 因为在广东省里面 其实路程是短一点的 但是票价很高 他说反而是 在广东省去其他的省 那个票价就便宜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们着眼 其实希望 在广东省里面 那些短程的铁路线 能够赚钱 于是乎 就变了票价 设定就是这样 引伸开去 其他的基建项目 都是 往往着眼于盈利 就忽略了一个 前瞻性 所以你说 现在要赔8万5千亿 第一 钱从何来 第二 你现在是为基建而基建 到底是 要基建建什么 还有什么需要 叫本末导致 是为了 现在要赔8万5千亿 所以 那个地方 那个位 本来不需要 天桥 我再加上一条 是吧 所以 在这个 地方行政 这个 规划管理之下 必然 或者很大成数 出现巨大的混乱 但是最终 都是 钱从何来 当你说要各地 是要增加基建来的时候 你就不记得了 各地 这个叫财政的赤字 现在不是20年前 是吧 那时候 百费代卿 刚刚起步 广州 深圳 这些地方 珠三角 蛇口 香蜜湖 石景山 到处都可以 建一个叫做 温泉酒店 那里的度家村 到这个叫 长老野生动物园 等等 其实现在都饱和了 饱和之后 建了一棵 叫做 大瘟疫 接着动态清明 是吧 自己玩死自己 现在又说要加强 这个叫做 地方的基建 所以你说 这种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这种 一摸 后脑袋 立刻就去码 那种近乎是 小脑条件 反射式 叫劈钱 那种 这种理财 和 这种经济计划 真是世间少有 是呀 当然 他想学 这个大湾区 这个大湾区 模仪 东京 这个湾区 的一个规模 但是大家都明白 远远 不是这个东京湾区 那种 城市建设的思维 东京的湾区 当然大家就知道 因为 日本政府 将不同的 东京 大东京市的 城市慢慢扩张之后 将它联成了 一个大东京 的区 各司其职 譬如说 在西面的很多时候 八王子这一带 是一些住宅 容许那些卫星城市存在 而即使 那些人就要 在东京上班 但是沿着 东京湾旁边 就是一大片的 工业 或者是 海港的设施 那这些其实 这个政府能够去分配 但是你看到大湾区 其实个个 城市都想抢僵的 想想自己脱名而出 成为龙头 或者 可以 独当一面 那其实 表面上 好像合作 实际上的竞争 虽然竞争是好 但是很多时候 基建就重复了 或者是 变了不能够 发挥到 基建最大的功能 效用 而如果再加上 以盈利的角度去考虑之后 很多时候 兴建的基建就不会想全局了 因为如果我想全局的时候 可能是 盈利的 或者是 盈利的那个 佛山 就不是盈利的 我建的基建 当然要盈利我自己 那个 地方 那这些 中国人的自私 或者是 利己 不要说自私 的思维 的确是 令到整个大湾区 的发展 是有点 阻滞的 就是计划经济 和行政手段干预 是吧 搭棚也好 搭鸡也好 到底这种 经济 模式 是否能够取效呢 是吧 还是 你讲一讲 是吧 讲了就当做了 是吧 你说在这个 广东省 增加 8万4千亿 的基建 增加出来 是有没有用呢 是吧 有很多的政策都是的 一出来 放来烟花 跟着 是没有后续 是吧 大约半年之前 2022年的6月 那时候 中国的 民政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厉害 四大部门 联合号召 做好2022年 普通高考 毕业生 到城乡社区 就业工作的通知 原来是中国 那个大学毕业生 是超过1000万人 1000万人 你随着这个 出口萎缩 在大城市里面 少了订单 还有那些外资 是撤出 大学毕业生 以往 勇往这些 一线二线的 城市 这个叫做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成都 等等 大连 因为有外资 和大的企业 在那里 所以勇去城市 找到东西 现在这里 是没有了 没有了 那又怎样呢 是吧 毕业即失业 叫他们下乡 下乡的话 去下乡 我当你下乡成功的话 这些 大学毕业生 和很多年轻人 就不会留在城市 不留在城市 就不会有消费 就不会想着 在城市 找屋租 或者是 买楼 是 去到这个 叫做乡下 那时候 你叫他找什么 做呢 是吧 有些人说 青年 那时候那种 户口制度 那么严密 而且一旦推了 就说 你死人 为主 或者叫做 给那些农民强奸 一旦 借了农 尘职业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不是那时候 你推那些 一千万大学毕业生 不要说推全部 推一半 他做什么呢 那些乡下的城镇 是怎样接收他呢 是怎样安排就业呢 现在这个时势 经过了差不多4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整个社会的 生态和结构 全部转变了 所以这个叫大学生 在乡下找东西 这个必定是唱着唱着 烟烧云散 除非你真是 实行这个叫秦始皇起万里长城 那种 强行征召 这个 用一种严厉的行政手段 但是这样 不行了 因为现在的中国年轻人 很聪明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除了躺平之外就是润 所以现在 在很多的企业 是请不到人 就算请到人 正在做的 很多因为在大城市 深上广 深圳、上海、廣州 这些地方 都 宁愿回到他们自己的乡下 城市 可能是三、四线城市 去工作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的收入 已经不能够在 那些大城市里面生存到 他们宁愿回到乡下 这是一种市场人口的自然漏洞 是的 这种情况 就会造成 人口 动力不足 还有 为什么要常常 要鼓励生子呢 因为他科思到未来 出现日本式的 绍子化 他学东京的湾区学不到 但是日本的绍子化 人口老化 他不学 就会发生 现在的情况 这下大件事 因为 工厂其实在十年八载之前 我的朋友已经是请不到人了 请不到人 他被迫着 将工厂搬到越南柬埔寨 这些不是现在发生的事 是十年八载发生的事 为什么呢 在工人 比如说 好像刚刚农历新年 过完之后 接着 就 就不回去上班的了 那 出完薪之后 就留在他们的老家或者乡下 就不再回来 又要重新请个人 根本就请不到 好了 当你就算请到 请到的人 根本不是以往那种 改革开放勤劳的上一代 全部 不要说耗日护劳 不熬得 以及 很容易 放弃 这些情况 我相信不用我说了 在珠三角 长三角地方 开厂 开店的人 都自己知道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 你说的是一个基建的问题 其实背后是一个人口的问题 这些人口的问题 当这帮年轻人 躺平 潤 以及他们在选择离开大城市之后 对于房地产的需求 降低 一降低了 这些加强基建开支的时候 太不太嬌 会不会收回那些钱 还有这个基建的时候 大量的地盘工作的人口 你现在请不请得到 是的 这些完全不理 所以一个叫政策 口号号一出 说了是否当我做了 还是等了一年半载 原来 是没有成效交出来 又质博 是吧 所以 这些就以香港特区政府来说 他都想访效 你特区政府加强基建 特区政府有必要有这么多钱 特区政府主要的收入 就是卖地 和房地产 是吧 全世界 只有一个国家 可以用基建推动的GDP 美国 因为以往 美国亦都是用 将基建作为 振兴经济的手段 为什么呢 是因为美国有权印美金 他印美金 你迫着都要花 和他发行债券 非买不可 是的 这两者 他印美金 量化宽松 以及发美债 全世界都要陪他玩这个游戏 所以美国 他是 为什么他的不败之迷呢 就是 美元 这个美元的地位 所以你不够他玩的 美国他经济一不好 他就可以通过发债 和 振兴基建 局里 要帮他 建议 这个是李克强 国务院总理自己 宣布的 这个不只是这个广东省 是中央方面已经定调 今年一定要 大力拼 这个叫做经济增长 一定要有一个叫做 所谓的积极的 财政政策 一定要加大力度 提供成效 钱从何来 现在已经十几个省市公开 是第一季的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计划 由这个 山东的青岛开始 钱从何来 又发债券 学了美国很多东西 美国的债券全世界争取买 包括日本 欧洲 中国国内发行的债券 是谁去买的 接着 香港特区政府 那个储备 当然目前 是相当红厚的 但是 一年一千亿 二千亿的赤字 很多人都说 很快就会发行债券 这个就是深远的危机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多谢各位收看 《风云谷》 以及多谢各位继续加入 《风云谷》 以及我和 霸卫中两位 Patreon 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好 多谢大家 多谢你们的支持 下一集再会 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风云谷》YouTube频道 是在香港时间 星期一至六晚 10点播出 星期日会有合习重温 现在每晚都有超过 一万位观众收看直播 每集的收看人次 平均超过20万 而订阅人数 也向着30万进发 《风云谷》 是完全免费播放 我们两位主持人 陶杰和霸卫聪 就算长途不舍 都要坐在一起做节目 目的就是为了 尽善尽美 在新的一年 《风云谷》会推出频道会员制 加入的会员 除了专享《风云谷》会员专属影片之外 还会有专为会员而设的特别内容 外景特輯 和直播互动等等 而我们也筹备专为会员而设的 限量珍藏纪念品 当然不少得特意可爱的 《风云谷》 陶杉和鲍sir亲笔签名的post卡等等 作为对于大家长期支持《风云谷》的一点心意 各位想做频道会员很简单 你可以在本片的描述栏 点击最上面的连结 就可以加入 而除了刚才提到的会员专享之外 你还可以在直播 或者首播时段 使用专为各位会员而设的 陶杉伺 下一阶段 更加会有 鲍sir和《风云谷》的sticker 而在你的名字旁边 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频道会员分帐 这一点 都是我们对于各位支持者的小小心意 有心有力的朋友 还可以同时加入 陶杰Patreon 和伯伟聪 冲心直说的Patreon 两位的Patreon 除了一至六《风云谷》的声音版 供各位下载 随时收听之外 亦有陶杉和鲍sir更多的文章和节目 跟大家细细声 密密撿 我们相信 有大家的支持 《风云谷》团队一定能够越做越好 我们期待 与大家一起携手 翻山越岭 走到黎明来到的一天 再一次多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